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GIT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叫做使用别名 什么意思 咱们马上看一下 就是说在GIT中 您可以将经常使用的命令 以别名缩写的方式简化使用 好咱们看一下支点 咱们这支点怎么用 一会儿我跟您说 您只要我记住 通过这行命令 就能够设置别名 好咱们怎么设置 咱们马上看实战演习 非常简单 比如说 咱们以前用到这个checkout的命令 对吧 GIT checkout 然后写上一个分支名 但是大家注意有什么问题 这checkout多少个字母 你看一二三四五 八个字母对吧 咱们把这八个字母太长了 咱们解法成两个字母 CO行不行 checkout C check out 这可以吧 CO 那以后咱们再敲 就不是GIT的空格 checkout的空格 分支名了 咱们是GIT空格 CO 加分支名 这多简单 对吧 那怎么设置呢 你看 就这行命令 GIT config 设置 然后设置什么 设置全局范围 是什么 我设个别名叫做 .co 这co 这co可以代表任何意义吗 那么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 我写个checkout 坏话说 以后checkout就代表co 那我这不写checkout 行不行 我写brunch行不行 行 我这如果写brunch 像这个 写brunch 写commit 我要写brunch的话 以后co就代表brunch 很难理解 一般都是说 咱们要使哪个命令 把哪个命令进行缩写 所以咱们就用co代表checkout 接下来咱们抛认眼语 我想做brunch 那怎么做BR BR看着像回车 其实也不好 我用BR代表brunch命令 没问题吧 用cm commit cm要像广告 cm代表commit st status 代表status 这样的话 咱们以后就不用敲那么一大长顿了 咱们只要敲get空格 然后两个字母 就能够代表我们要直线的功能 好 咱们就是要实现一下 这个例子咯 好 咱们马上打开 试一下 看看这个缩写管不管用 不肯定管用 对不对 咱们试试一下 我进咱们的信息库 myweb 先敲一个get status 大家请看 我现在敲是get status 对不对 我要敲st 它出来吗 试试 我还没设呢 它怎么可能会出来呢 对不对 它不认识什么 对吧 那么咱们敲 咱们先来status get config 空格 减减 减减 global 空格 别名 alias .st st 用哪个命令呢 用status 代表 好 接下来我再敲 get st 哦 生效了 当前的 什么都没有嘛 说明文件夹是非常干净 那咱们一个个来啊 我先把这个 其他的这几个命令都敲上 比如说 get config 减减减减 我这个键盘真的不好用啊 减减 global 空格 alias .co 然后呢 用checkout 接下来 git config 减减 global alice 然后是 br tote 红一车 get config 减 咱们可以大显身手了 咱试试啊 首先说 咱们先看一下 现在咱们的信息库中 有多少个分支 怎么敲 Git Branch 对吧 能看到 俩分支 可我刚刚已经设了 缩略语了 对不对 那我怎么敲 Git BR OK 哪能看到 好 我现在要想切换到 开发分支 该怎么敲 Git Check Out 稍等 对不起啊 我键盘过两天 换一个 然后呢 敲DEV 切过去 然后Branch BR 看一眼 没问题 再切回来 Git Check Out Master 再 BR 看一下 哎 稍等 没问题吧 多麻烦 我Checkout 我敲了八个字母 我已经试完梭了语了 我敲两个字母就够了 对不对 好 咱们试试啊 Git CO Checkout 空格 DEV 走 OK 过来了吧 Git BR 看一眼 哦 没有问题 非常简单吧 啊 就是说 咱们呢 8888 要敲很长字母 现在呢 已经变得非常的简单 好 那咱们再叫我最后一个命令啊 这个命令 咱们看一下 咱们看一下当前Git的设置状态 哎 稍等 试试啊 Git Config L 这是当前的设置状态 大家请看 刚才我设的梭略语 或者叫做别名 这个地方呢 已经显示出来 这就是全局变量嘛 咱们可以看到 那么咱们 什么叫全局变量 就说以后 咱们在咱们电脑上 建多个Git库的时候 咱们应该是操作一个数据库嘛 如果咱们建多个库的时候呢 完全适用 这行设置 这些个设置 因为它全局的嘛 它不仅限于某一个Git库 所有的库呢 都能够用到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讲的 关于Git别名的信息 不知您听见没有啊 接下来呢 我有一项建议 也提供给您 咱们看一下啊 当然呢 这种别名 是根据每个人的使用 不同习惯的 而不同 也可以在项目开始前呢 您呢 作为PM 把它规定下来 比如说 CO就叫做checkout BI就叫做branch CM就叫做commit 对吧 把它规定下来 使每个开发人员呢 都能够统一使用一套 大家都认可的别名 这样呢 提高咱们项目管理 这个项目团队中的 开发效率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呢 提供给您 好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放到YouQYouTube 供您观看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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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